中国的电动汽车 它今天我们看起来 一军突起 能够领先这个事件 我觉得更重要的 它是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 核子企业 在这个核子企业 中国学到了很多的 这样的关键技术 以及一些管理能力 我们知道过去燃油车的发动机 或这个变速箱 它的精密度跟复杂性 使得模仿起来的难度 非常大 弯度超车 要受到各种各样的 专利的限制 或者是约束 所以中国过去的这几年 这几十年 想发展了国产的燃油车 做过不少的努力 但是最终是一丝无成 根本没有办法来赶上 甚至想模仿这个扩子车 但是电动汽车就不一样 电动汽车它相比 这个传统的汽车 对发动机 电速箱等等 它这些特别是动力总成 它的要求没那么严格 而且只需要电池 电机 电控 所谓的三电的走火 所以在这个方面 中国它要掉头 实际上掉得很早 在这方面 它也多了很好的一些尝试 当然我认为 中国的电动汽车有阴天 特斯拉是做出了巨大的路线 因为我们知道 特斯拉是中国的第一家 独自的外商汽车制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而且当年上海或者是中国政府 为了让特斯拉在上海落负 几乎是无条件的给特斯拉提供的帮助 首先我们看到 跟特斯拉送钱 送钱送了多少 当时直接的贷款 35个亿 电视手运完全是无底压的一种贷款 还有相当于送币 送币 特斯拉当时这么大一块币 86万平方米的币 中国政府当时只给它不到10个亿的人民币 就让它把这块币拿下来了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特斯拉的话 其他的企业 基本上是不可能拿得到这样的地位 而且中国政府更重要的 当时是给特斯拉提供了更多的这样的市场 让特斯拉在中国完善电动汽车的产业链 因为我们知道 要制造这个整车 最重要的是产业链的支撑 还有产业链的完善 还有产业链的配合 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 它在当初它是看得很久的 就像当年允许苹果这样的一个大的跨国公司 在中国做制造业链一样 重要的就是把苹果的整个产业链引进到了中国 我们看到苹果你看看在进入中国之前 中国自身也有一些所谓的自主的手机品牌 当然像波导 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跟跨国公司的这样的手机品牌竞争 基本上那个时候连抄袭都不会 但是苹果不一样 苹果进到中国之后 它把所有的产业链 包括这些供应商都寄居在中国的境内 所以使得后来中国的手机行业一群投起 现在基本上可以跟国际上所有的大牌 能够一起打内台了 我相信中国政府当初引进特斯拉 也是想复制苹果的神话 而且特斯拉当年承诺零部件国产化 就像苹果的产业链在中国落地深圳 是一样的使得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普遍的收益 而且中国政府过去一直想搞电动车 投了很多钱 但是最终也是一事无成 没有取得更好的这样的战绩 但是特斯拉进到中国之后 带动了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到也成长了很多中国自主品牌的 一大批的企业 曾一生长了更多的电动车的发展 就是中国采取让利的方式 让给了市场 但是它最终它让中国本身的自己 电动车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是一个不真的一个事实 电动汽车 中国的电动汽车有今天 特斯拉我觉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后我们来热迅 them 当然bin 自主 当然